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介绍一下 加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 其实是在国科会的经费补助下 我们办的一个科普活动 那经费不足的部分 我们抓大学的这个 也支付了我们不足的部分 所以很开心可以在这个 定期的跟各位朋友 在这个时间 然后一起常游这个科学的世界 那今天的这个讲题 当然大家看到很有趣 这个叫做求来就打 求来就打应该是 你知道之前 前阵子有一部电影穿红的 求来就打这个 变化球到底应该怎么打 你们知道变化球不是很难打吗 对 常常会你知道 挥棒落空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挥棒落空 那变化球是怎么变的 我们今天李老师都会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海报 很有趣 屏幕是求来就打变化球怎么打 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大大的那个棒球 棒球有很多秘密喔 好 李老师今天会一一跟大家解答 那个棒球里面 到底藏了哪些秘密 然后呢 这个棒球动起来以后 为什么会有什么 你知道啊 什么下坠球啊 什么上 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超级不懂棒球啊 好 那我介绍一下李老师 李老师喔 他任职的学校 非常有趣 是真理大学 那我们知道真理大学 他其实是没有理工科系的 所以我非常佩服李老师的一点是 李老师要教一群这个学生 这些学生呢 他我们可以基本上做一个假设 他对科学不是这么的有兴趣 那你怎么教这些学生科学 真的很难耶 我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那李老师可以 藉由棒球这个媒介 然后让这些非理工背景的同学 他们都对这个科学产生了兴趣 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者李卓杰教授 谢谢朱老师给我的一个介绍 很高兴来到中央大学这个假日科学广场 然后刚才朱老师也介绍了 其实我面对的就是非理工科系的学生 不过今天更大的挑战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小朋友 跑来这边听我讲科学这样子 不过来我先问大家一下 有打过棒球的人举手一下 真的有打过棒球 那不错 那不错 来再举一下 这些人应该有很多是接棒球 真的打过 真的打过有九个人守备 然后一个人打球呢 还是有 OK 不过其实不多 因为我在学校呢 其实原本课就叫棒球的科学与文化 然后 台湾人打棒球不多 可是棒球迷很多 其实这是台湾的一个 棒球文化很大的一个特点 OK 然后大家看 嗯 等一下 这应该是 应该是太久了 等一下 这个 所有跟科技有关的一定会出状况 这个是大家对科学的一点基本的认识 这样 OK 这个是我哥的小孩子 但是 来 先坐 先坐 然后呢 嗯 这边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Snooby 这个大概是 你们不太晓得 大概是 因为你们很年轻 不过像我们这五年级的人 大概每个人都知道Snooby 然后 在美国呢 其实 很开心的就是我在美国那一年 其实整队的 OK Charlie Brown Snooby呢 被选为那个棒球迷人堂的一个得主 OK 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卡通里面呢 他有 常常在打棒球 可是呢 Charlie Brown 这一个队伍呢 是所有打过棒球里面 唯一没有赢过球的 而且都输得很惨 OK 可是呢 他还是一样喜欢打棒球 OK 为什么 好玩 对 没错 好玩 所以呢 其实今天讲了棒球的一个科学呢 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好玩 然后可以在好玩的里面呢 我们又学到一些 你们觉得好像很坚僧 好像在学校里面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科目 物理学 OK 这基本上就是我这一个课程 要给大家的一个东西 所以任何东西 只要你好玩 其实你在研究下去 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物理 OK 好 嗯 我们这一 正式来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题目呢 当然是求来就打嘛 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谁 出自于谁讲的话呢 虽然是 朱老师刚才讲 这是今年暑假的一个电影的名字 不过是引用谁的话 不是 当然是跟我们台湾的一个明星有关系 棒球明星 陈金峰 OK 陈金峰 基本上他就求来就打 可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 惊叹号 后面还加一个问号 OK 代表说 其实我对这个求来就打呢 其实是有疑问的 OK 有疑问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 在这个两小时里面呢 当然就要解开这个谜题 到底一个好的打者 真的是求来就打吗 还是说 他在打棒球的时候呢 在球快要进来的时候 他可以做一点明确的判断 OK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讲的 然后这个组呢 当然大家 小朋友 所以原则上 可能都还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不过没关系 这个我很多的数据是 弄美国的棒球 因为美国的打棒球 已经打了一百多年了 OK 而且呢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特别爱记录 OK 所以如果大家去美国看棒球 就发现很多人看棒球 除了在玩 很少人真的专心在看 可是呢 又有一群人 就拿着记录表 真的在那边记录 OK 所以美国的棒球记录很多 OK 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走 横的走呢 基本上就是连带啦 OK 这大家应该明白 OK 所以大家可能 你们大概都是几年生的 太小生了 不是 大家全部看到后头去 你可以用滑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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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去往后看 等一下 那個螢幕比较可爱 喔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喜欢偷看我 看我要偷看什麼東西 不過 因為這我已經第一次碰到 這麼先進的東西 所以 我也不習慣 OK 來 所以你們大家看旁邊就好了 OK 我建議可以用滑鼠 滑鼠 滑鼠一定可以置這個啊 這樣子 好 那 那 因為我要彎腰 所以我要坐著 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盡量輕鬆 這實際是這個課程的一個目的之一 OK 所以呢 這簡單來講呢 這是打擊率嘛 OK 直走 就是打擊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點二三 就是說兩乘三 然後 這就是兩乘四的打擊率 欸 大家看過棒球應該知道嘛 打擊率 OK 然後這是連帶 所以你可以看到 欸 這個是每一個球技 他們的一個平均的一個打擊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 打擊率其實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呢 投手比較強 有時候呢 打擊者比較強 OK 所以就會很自然的 就是說有時候打擊率比較高 比較低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在一開始 OK 一開始 大概 上個世紀 一開始這邊呢 起伏很大 因為呢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棒球的玩法呢 還沒有真的 真的定下來 有很多的意外 人生就是這樣子 OK OK 可是呢 到了 比較近代代 十幾二十年呢 大家就比較穩定了 不過 來 這個東西呢 這一張又是另外一個圖 就是說 那個連帶呢 其實最好的 就是打擊王 打擊王 來 大家可以看 因為這個人呢 其實稍微介紹一下 這在美國的棒台裡面呢 可能就大名鼎鼎的 叫 Tay Williams OK 然後他是呢 近代棒球史裡面呢 其實 最後一個打到打擊率超過四成的 大家覺得 一般的打擊率多少 三成 三成兩成 一成 一成的 大概打不到大聯盟了 不過三成多其實就很厲害了 三成多 我剛才講到 你可以打三成多 你就可以賺了兩三百萬的美金 連薪喔 OK 所以原則這樣很厲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人打了四成 不過呢 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人打過四成了 OK 所以這個人大家記住 記住他 他叫Tay Williams 因為他在我們等一下的演講裡面 也是蠻關鍵的 OK 蠻關鍵的 好 然後呢 既然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打棒球了 OK 我們這個人就不管他了 OK 來 打擊為什麼那麼困難 大家覺得 因為球種有很多種 球種有很多種 OK 所以你又不知道 他要投哪一種球 對不對 所以的確打擊就是很困難 欸 有沒有人知道 這一件事情 大聯盟 OK 我講大聯盟投手喔 把球投出來 大概要花多少的時間 來 來 來 覺得一秒鐘以上的舉手 好 然後覺得 來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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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覺得一秒鐘以下的呢 好 等一下 不要放 不要放 0.5秒以下的 0.5秒以下的 欸 還是有人喔 還有沒有人 還有沒有人 0.5秒 0.5秒 還是有 對不對 來 答案揭曉一下 0.45秒 0.45秒 而且這個人是90mine 喔 我們看棒球 都弄什麼音質很討厭對不對 沒辦法 這是文化侵略 因為所有看到ESPN啊 或民視在轉播大聯盟呢 如果大家去看棒球 大概就很熟悉 這次都每小時精緻 OK 不過換算成 我們比較習慣的 大概就是150幾公里啦 你可以知道 這個在美國大聯盟呢 這個是投手的標準球速 OK 所以它不是真的頂快的 OK 所以頂快的呢 我們不要講最快的 大概就是有95mine吧 95mine 然後呢 要記得喔 我這個0.45秒呢 是從 投手版 到本壘版 可是 實際上 它們都長得高到大大的 它們呢 一跨步下來 其實至少都走 OK 所以 大概就是0.45秒左右吧 OK 好 今天喔 今天 我帶這支棒子 從台北走到這邊 其實在路上還蠻酷的 來 這個打棒球 大家知道嘛 來 揮一次棒 揮一個棒子 大概要幾秒鐘 一個大聯盟的 大聯盟的一個打擊者 這樣揮一個棒 就像 就像 不錯 大家看到你們的 前面 揮一個棒子 大概要花幾秒鐘 2秒鐘吧 喔 2秒鐘 可是 球是0.45秒 你就永遠 打不到球囉 蛤 可是我是0.45秒 球就到了 0.5秒 就變成說 我在棒球場 就是 球還沒投出來 它就要開始揮棒喔 0.45秒 對 沒錯 一定是0.45秒以下啦 你要看的話 就是標 來 這個 這個 我們剛才講到的是說 其實 棒球在美國呢 其實真的發展了一百 一百年 OK 然後呢 很重要的是 他們所有的 從小 就是打過棒球 OK 所以他們不是說 只有以後要當棒球選手 才去打棒球而已 所以 我常來講 我們的棒球提升計畫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所有的三連級小朋友 發一顆球 一個棒子 OK 那 為什麼三連級 因為Charlie Brown 剛才那個漫畫的主角三連級 然後他們就 很幸運嘛 反正社會上一定有很幸運的 然後這一批人呢 長大可能就一點點的人 去真的打棒球 可是呢 很多人各行各業都有 這個棒球的種子呢 就這樣散佈下去了 所以文化呢 才會 才會怎麼 才會擴出這麼廣 所以呢 美國的確很多的一個研究 來 包括這個 揮棒一次 來 0.2秒的 以下的舉手 還不錯 不錯 大概是0.15秒 OK 所以如果 如果你們現在小小年紀 現在還太小 不過你們如果 到了國中 可以0.2秒以下的話 欸 搞不好你可以賺連心200萬 好好去加油一下 OK 來 嗯 我們來看一下 打擊有多困難 嗯 我們剛才講到了嘛 就說 球呢 投出來大概0.45秒 OK 0.45秒 所以呢 我們就抓到 我打擊棒子呢 揮棒一次大概0.15秒 OK 好 所以呢 大概球呢 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要揮棒了 就要揮棒了 可是 你要不要揮棒之前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準備動作 準備動作 來 判斷 這很重要 來我們來看一下 開始揮棒之前呢 他要做些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嗯 你呢 你要花0.1秒的時候 0.1秒是最少 就說你要看劍球 然後看劍球之後 我們知道嘛 其實你還要經過 眼睛啊 神經啊 到腦 所以大概0.1秒的時間呢 讓你這個棒球的視訊呢 到腦裡面 然後呢 再花了0.075秒的時間呢 去處理什麼 處理這個棒球的影像 到底在哪邊 然後再花0.025秒之後呢 決定要不要揮棒 就是說這個時候你大概可以判斷說 這是好球還是壞球 可是 單純的這個判斷之後呢 你要揮棒 你要揮 這是內角球還是外角球呢 你還要再花0.025秒的時間 去看說什麼 你揮棒到底是 這一顆球是外角內角等等 OK 所以加一加 加一加 我們來看一下 這好玩的事情 我們直接看一下 來 這下面呢 也就是說 好 你這邊呢 看清楚球 接下來都是一系列的 我們生理裡面的一些 腦的訊號傳遞啦 等等的一個工作 到這一邊呢 決定揮不揮棒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呢 打擊者呢 你的好壞的打擊者呢 決定就在這邊 你到底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球 OK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這顆球呢 來 有沒有人可以打出來 來 這邊我還沒有講變化球啊 可是這一根球 為什麼丟下來的時候 就這樣往下跑了呢 頭頭下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接 所以會掉下去 這個答案很像對不對 也沒錯對不對 哇 太棒了 來送你一顆球 謝謝 你覺得呢 不如說手套就在那個下面 他就在那個下面 可是 可是 我跟你講一個事情喔 如果那個捕手這樣子 把 就 舉那麼高 可是那球還是掉下來 我保證 一定他掉下來 地心引力 欸 沒錯 不過球可能不夠耶 不夠送耶 你要留著等一下送人 對不起 OK 好 地心引力 OK 所以呢 原則上呢你看 到現在我都沒有多變化球喔 可是呢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球呢 跑到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什麼 知道我這顆球到底是變化還是不變化 OK 即便呢 他就是很單純的投出來呢 你也可以看到 欸 這個軌跡呢 其實差很多 可能掉了一公尺 OK 所以你覺得打擊者難不難 難喔 難喔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球技 全部的平均打擊率 也才三成就已經很好了 團隊的球隊的打擊率 兩成七兩成八就好 這代表什麼 其實打擊者呢 你有抓過七成是失敗的 欸 這個呢 其實 在我們人生 欸 雖然小朋友 都小朋友 不過呢 小朋友大概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在你人生呢 有很多挫折啦 OK 所以在棒球裡面其實 一個好的棒球員 你就必須要承接你很多的挫折 因為你在打擊的時候呢 大概有六成都是失敗的 OK 好 再來 再來問一下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常常揮棒落空 這個其實 直接關係到 為什麼球這麼難打 因為在所有的運動裡面 其實棒球不是最快的喔 不是最快的喔 其實網球也很快 甚至羽毛球也很快 可是為什麼 唯獨只有棒球 常常在揮棒落空 你很少看到網球選手 欸 沒打到很窮 嗯 嗯 球棒面積有多小 還是多大 來 這個 這個其實今天我們節目 不是擺在這個棒子 不過為了這個題目呢 特地帶這個棒子來 OK 來 好 幫忙 沒有 我要擺 擺在這個 我要給它特寫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頭 這個冒線 特寫 等我一下 我們切一下畫面 好 可以 讓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沒有 我要讓大家看這一個角度 好 大家可以看 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沒 沒有 我可以調一下 它可以調 OK 好 它可能是朝上 所以我們一個角度 好了 這樣 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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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著 朝著 這樣 OK 來 大家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有沒有 球 對 其實 關鍵點 大家以為球棒出出的 其實球棒呢 這次是正式的比賽的一個棒子 其實球棒呢 是比這一顆球還要細的 小的 OK 所以呢 打擊者呢 常常揮棒落空 其實一點也不意外 可是任何一個球類 包括網球啦 羽毛球啦 其實那個網子都大大的 所以你很少看過他們什麼 揮棒落空 可能把球打出箭 可是揮棒落空 真的很糗啊 對不對 打網球 居然沒踏到球 很糗的一件事情 OK 好 謝謝朱老師 這個 請到朱老師的助手 已經很開心 OK 好 所以在這邊呢 你大概就知道 其實打棒球 其實打到球 本身就不是那麼一個困難 OK 所以呢 欸 要打擊前呢 上場打擊前 如果你要想這個 你真的打不到球了 所以說 嗯 就打 對啦 沒錯啦 某種層面來講 對 因為你真的沒辦法去care那麼多 如果你每次都要想 我只有幾秒鐘可以想 幹嘛只要想嗎 你大概球已經到了 你還在想 OK 所以就不要想那麼多 很多事情也是這個樣子 OK 好 再接下來呢 就是說 欸 到底有沒有變化球 有 有 有 嗯 這個 太明顯答案了 OK 當然有變化球啊 不然王建民幹嘛 一連拿幾百萬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有變化球嘛 OK 可是 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現在覺得一定有變化球 可是呢 如果60年前 70年前 可能就不見得喔 這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方面的一個故事 OK 然後呢 好 接下來可能就是一個重點 OK 就是說 大家都同意 我們有變化球 可是到底什麼是變化球呢 會變方向 會變方向 還有什麼呢 速度會變 速度會變 這也是 變速球 全是 OK 還有什麼呢 那個 不好意思 郭老師打岔喔 我們低一下麥克風 讓全場都可以聽見你的發言 好嗎 所以你舉手之後 然後劉老師練完 等一下下 等一秒鐘 快速風遞到你的手上 好嗎 謝謝 因為剛才其實講以後 林林總統 你們講都對 OK 都對 來 有沒有一句話可以講出來 什麼叫做變化球的 有沒有記手 其實 來 這位 這位 是小朋友 不是先生 會突然改變方向 會突然改變方向 欸 這個澄清是真一點喔 變化球 大家覺得是突然間改變方向 還是慢慢的 因為 慢慢的 這樣子 然後突然改變是這樣子 大家覺得是怎樣 慢慢的 只是說那個時間 0.15秒 我們都覺得很快 對不對 OK 好 我簡單跟大家 OK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球呢 都沒有投變化球 可是呢 因為地心引力 所以這個球 還是會往下掉 所以我說一句話 可不可以描述說 什麼叫變化球呢 反正投出來的軌跡 不是這一個 變化球 哦 不要失望 等一下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拿到球 只要我 只要我試驗車 那麼多小朋友 我一定就買更多的球 來這邊 可是 太晚了 OK 好 所以呢 我們該講到哪邊啊 當然 這接下來就是說 這 學物理的就是這樣 學科學的就是這樣 就說 有沒有變化球 然後我們知道有了 然後我們就會想知道 欸 什麼是變化球 一旦知道什麼變化球 之後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就滿足了嘛 所以科學其實 最主要的發展的動力 就是一直要問為什麼 OK 所以既然知道變化球的之後呢 你當然就想要知道 那變化的程度 到底有多大嘛 OK 然後變化程度有多大之後呢 我們當然又要想要問 到底 中規什麼原因 讓它有一個變化球出現 OK 這當然就會 我們接下來也一樣 會循著這個脈絡去走 OK OK 剛才 剛才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確定的說 我們這個 是有變化球沒有錯 OK 不過我剛才講到的其實 以前的人不見得嘛 以前的人不見得這樣講 畢竟呢 那個什麼 時間太短了 所以在1941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快要打世界大戰喔 可是呢 美國社會 社會還是要運行 所以還是有在打棒球一些娛樂 然後呢 這個人很好玩 這個是紐約客的一個雜誌 OK 然後他就說 根本沒有取球這回事啦 每個人打棒球都知道 OK 那些棒球人就會在那邊 假裝神密兮兮的 然後再說呢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好像有跟你騙你一些說 真的有變化球啊等等 可能會讓球賽更好看 OK更好看 OK 所以這個 你覺得紐約特這個是一個好雜誌啊 可是這個專欄居然這樣講 所以當然 人家就開始 尤其是這些棒球投手 我的名單位投手 你居然污衊我 沒有變化球 OK 所以呢 好玩這件事情呢 就是 來 直接 我很喜歡這個答案 因為那時候一個名投手呢 就說 沒有變化球 好你就給我站在樹後面 我拿球K你 你多好 我很喜歡他 因為他把實證主義 一句話把他講出來了 OK 基本上我們來實驗看看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站在樹的後面 基本上樹可以保護你嘛 所以你站在那邊 大家打不到我啊 可是呢 他就說你就站好 我就站在前面 我拿球去K你 看有沒有變化球 OK 沒有人敢去做這種實驗 OK 沒有人敢去甚至去站 因為萬一被K到怎麼辦 很痛耶 不僅很痛 搞不好會有危險 OK 好 更好玩的 就是 在打棒球之前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 場中的一些表演活動 OK 所以呢 他們就 在打棒球之前呢 OK 在等正式比賽之前呢 真的有做這個實驗喔 就在 頭手跟骨手之間 擺三個棒子 然後這個頭手呢 要表現 要表演一件絕技 就是說 我這球投出去呢 從這個棒子的這一端過去 然後再轉到另外一端 再過去 來 來 大家覺得 這個實驗有沒有成功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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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跟宣布一下答案 全場的人 有一半的人說他看見了 沒有 可是呢 有另外一半的人 他說沒有啊 OK 所以 棒球的一個 棒球文化的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什麼 每個人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啦 基本上這個社會現象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大家覺得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嗯 嗯 嗯 可是如果 如果是照你這樣子想的話 應該是 某個角度的人說都有看到 某個角度的人都看不到 可是呢 還滿 滿混亂的 OK 所以 所以這好玩的事情呢 大概 來 這個 同樣的 紐約客的 紐約客這個雜誌的另外一個記者呢 講這句話就對了 其實呢 哎呀你們都被催眠了啦 其實棒球的速度呢 根本你看不到 這句話是對的啦 這句話真的是對的 因為 0.15秒 打擊者都很難看了 你說在觀眾台怎麼可能會看得到呢 OK 可是 突然間 這居然是一個社會上的一個 這個議題 大家討論的 所以呢 雜誌為了要賣錢 當然就喜歡做這個題目嘛 所以呢 又有另外一本雜誌呢 也是Live 可能這個 到現在還存在 OK 這個人就說 好吧 既然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呢 我們就一個科學方法來 證明說 到底有沒有變化球 OK 所以呢 就請了那時候的巨人隊 OK 那時候的巨人隊還在紐約 OK 不是現在搬到舊金山了 OK 那時候的一個名頭手 OK 來做一個實驗 然後呢 怎麼做實驗呢 就用最先進的方法去照相 多重曝光 OK 好 來 大家看起來有沒有變化球 這是他看出來的照片 好 這是 Curveball 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曲球 然後 Schoolball呢 就是螺旋球 簡單講就是兩種不一樣的變化球 或都是變化球 可是他拍出來的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變化球 有 有 有沒有看到 有 有齁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看 我也覺得有 我也覺得有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結論是什麼 一張照片就是千言萬語 根本看不出來 這兩個子球 明明確確就是兩個子球 可是 我也覺得我被騙 沒有我沒騙 因為我深信他有變化球 所以我就看 怎麼看就是有變化球 來 有沒有 我剛才講到的棒球的第二個特點 每個人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 OK 好 那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當然 如果 如果大家打過排球 或者丟過乒乓球都知道 他是有變化球的 OK 可是 我怎麼看這兩個子球呢 他當然必須要做一個解釋嘛 OK 所以解釋的話 這個解釋還蠻說得過去的 就是說 其實棒球呢 太重了 太重了 等一下 大家拿到保利龍球的時候 你可以隨便丟一下 欸 那個變化就很出來 很明顯的 因為保利龍球比較輕 OK 好 太重了 所以呢 沒有變化球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OK 居然好像要把這個議題呢 做一個定案 就是說 實際上沒有變化球 欸 全世界 對科學最兇的可能是物理學家 大家如果 小朋友大概沒有印象 不過爸爸媽媽大概好幾年前 台大校長在學校長的時候 台大物理系就做了很強的一個反應一樣 OK 所以呢 來 物理學家不買帳 OK 所以物理學家呢 就是說 我弄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根本不用高超的什麼高科技去做 我就在什麼 投手跟捕手中間架木框 然後木框呢 上面去牽什麼棉線 OK 牽棉線 然後你球投出去的話 當然那個材質還要好一點 所以球經過的時候 那個棉線就被弄個洞 好像你去搓一個洞一樣 OK 所以呢 漸漸的你就可以使用不同距離的不同目光呢 你去把那個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輕鬆 沒關係 然後把那個球呢 軌跡呢 把它 什麼 把它描繪出來 OK 所以呢 描繪出來 當然是有變化球啊 因為 我們講到 只要跟我 我那個什麼 因為重力掉下來 那個軌跡不一樣 就叫變化球了嘛 OK 所以當然是有 OK 所以 從這個時候呢 是1911 你就知道 1911年吧 OK 還是42年 OK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時候其實很好玩 居然這個真的是一個話題 OK 一個話題 不過呢 來現在好玩的 60年後 OK 60年後 大概就是在2000吧 2000年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 爸爸媽媽上班 上到有時候 有時候會去偷看一下 棒球打得怎樣 會去大聯盟的官網 其實我在上班也常常說 這個事情 OK 再看他們的Game Day呢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系統 然後 你可以看到什麼 欸 我利用兩個色 其實就是照相機啦 然後一個呢 一個擺在本壘版很高的地方 然後一個擺在一壘很高的地方 然後我拍照 OK 拍照 然後每一秒呢 拍60張 然後你可以看到 嗯 我要怎麼講 如果說 還有這個 這一張圖好了 這一張圖 大家覺得 我的照相機是架在哪邊 這一張圖 你看 這邊是看不到的 不好意思 人的習慣很難改 來 這一個 擺在一壘 擺在一壘 一壘呢 如果是 是 Y跟Z的座標 OK 假設是Y跟Z的座標 爸爸 爸爸媽媽 替你們的小朋友 記一下 一壘的如果是 Y跟Z的座標 來 這一個 這一個呢 這一張呢 就是擺在本壘後面嘛 所以呢 它可能是什麼 X跟Y的座標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兩個 兩台攝影機呢 有共同的 Y的這一種 欸 所以我就可以去把什麼 XYZ都把它連在一起了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 這個系統呢 其實 這個系統呢 其實它所有的觀念呢 跟什麼 跟我們前面這一張 OK 前面這一張 這一個木框 完全一模一樣 OK 只不過我們現在科技 比較進步一點 所以我們都照相了 OK 所以 照相的呢 欸 Sorry 照相的呢 反正你弄到了每一個 就相當一個木框 一個木框 一個木框 這樣子 OK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喜歡上 美國大聯盟光網的看的呢 就可以看到 欸 每一個投手投出來球 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子呢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去看 然後這個呢 是我們看到的 看到的一個東西 這個 欸 有上過這個網站 看過這個的 舉手一下 爸爸媽媽媽 欸 誰學生有 還是 還是有 有 有有有 應該有 有時候上班真的是 偷看一下 沒關係啦 好 然後 當然 這一邊呢 你可以 我稍微簡單一下 簡單 稍微講一下 小朋友 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球術啦 球術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 稍微解釋一下 我現在講這個呢 只是要弄一個 現在很科學的 很科學的方法 去證明說 我 我的 變化球真的存在 而且 不僅存在 而且有好多種變化球 OK 好 所以 這個呢 第二 我們剛才講到 第一行 OK 這個東西是球術嘛 然後這個呢 原則上就是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 球投出來 都會彎曲嘛 OK 無論是你變化球 或者重心 地心引力 都會讓它彎曲 所以呢 現在這一點 假如是投球 投出的那一點 然後這一點呢 如果是捕手接到的那一點 這個彎曲 這個彎曲 跟什麼 跟這兩點連的直線 最大的那個距離 基本上就是這個數值 OK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數值呢 如果是越大的話 就代表這個曲度會越大 OK 就這樣彎的就是越大 OK 然後這個呢 第三個呢 第三個代表的是什麼 這個 這一點 OK 這一點是捕手 真的接到的那一點 真的接到的那一點 然後這當然 中間有很複雜的 一個電腦上的計算 就是說 那這一點呢 是什麼 假如這顆球 投出去 沒有旋轉 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講到 球會旋轉 不過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球投出去 我球是會旋轉的 OK 然後 剛才講到的 這一點呢 其實就是沒有旋轉的時候 它應該會在這個地方 落點 這是電腦 利用物理定律去 去估算的 OK 所以呢 第三個這個數字呢 基本上就是 真實的落點 真實捕手接到的球 跟我沒有旋轉的這個距離 OK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一件什麼事情呢 這個數值如果越大的話 代表什麼 對 那一 那一 媽媽吧 媽媽是不是 講的沒有錯 基本上 越大的代表旋轉 越快 越快 實際上 就是變化球 你會變得越大 OK 這 我們先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中斷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要中斷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場這個活動 是有線上轉播的 那現在線上 線上系統需要那個 仔細開啟一下 那為了就是 照顧一下我們 線上正在收看的這些 朋友們 所以 待會兒一分鐘 你好 好沒關係 現場的朋友 等待我們一分鐘 好那這件事做一下廣播 如果說 某一個廠次的 家人哲學廣場 您沒有報名報上 湊錢湊重 或者是 因為某些原因 沒有辦法過來現場的話 歡迎大家上那個 我們的線上直播的系統 可以在電腦前面 收看得到 我們的這個正常活動 那怎麼進去呢 請上這個 我們的網址 然後進到科學教育中心 然後上面就有指示 告訴你怎麼進到這個 COLISE這個叫做 知識大廣場的這個介面 歡迎大家 好的 小朋友現在在操作給大家看 好 大家也可以操作休息啊 剛剛那個很難耶 我覺得 等一下 這個這樣什麼 對 這邊 你覺得 這樣吃 好來 我們這個中堂休息回來了 回來了 這其實 這其實是好玩的 好玩的東西是什麼 所有的大物理學家都會覺得 這棒球嘛 其實棒球裡面大有學問的 這好 應朱老師的一個要求 我們再講一次 原則上呢 這一個球是真的 捕手接到的 捕手接到的那個點 OK 就是我們這邊上面的這一顆球 OK 這一個點 然後下面這一點呢 是這顆球投出去 如果都沒有旋轉 因為都沒有旋轉 然後電腦估算它是在這一顆 這個位置 OK 所以這兩邊的距離呢 就是這一個值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這個值如果是越大的話呢 代表這個球旋轉的越快 OK OK 好 接下來呢 來 這個王建民這一點表現很好 所以我當然就是以王建民 因為王建民今年表現不好 可是我今年本來想把它換成成為維音 可是這樣子你會覺得 我這個人就不夠義氣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以前弄王建民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要繼續支持王建民啦 不能因為他今天表現不好 就把它忘記了 所以我們繼續弄王建民做例子 OK 然後當然 王建民那一天 OK 王建民這一天 OK 等一下 這一天比賽呢 同樣的大聯盟呢 有很多場比賽 所以有15場比賽 OK 然後那一天 15場比賽裡面呢 總共上場的呢 有101個投手 有101個投手 總共投出幾個球呢 4156顆球 你會覺得 美國人真的很奇怪耶 為什麼這個人計算的這樣子 不過 這個就是他們點點滴滴的棒球文化 OK 不過 做統計呢 這邊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不要盲目的把DATA拿來 就全部做 OK 其實你必要去檢視就是說 我收集到的這些資訊呢 有些到底可不可以用 有些哪些不可以用 哪些可以用 要做判斷一下 OK 所以呢 在這4156球裡面呢 其實我們只挑了4073球啦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天 所有的投手裡面 投出來的球 到底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OK 當然在講到所有的投手之前呢 我們先講一下黃建民 OK 然後這個圖呢 大家不用太擔心 這個圖就是捕手看去的 所以你大家看到 你就假裝說 你就是捕手 OK 你就是捕手 然後看到球的一個弱點 OK 好 所以這個球呢 這一邊的圖 大家看到我 這邊的圖呢 是誘打者 所以誘打者 基本上就站在捕手的左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好 從這張圖你覺得 投手基本上的投球概念是什麼 如果對誘打者 這一張圖 對 所有的投手都不喜歡打擊手打到球 可是要怎樣才讓他會比較難打 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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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球 這是所有投手必須要知道的 簡單 因為那個角落離你最遠 對不對 任何一個 我們的九宮格裡面就是 我的對角線那個地方最遠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王建民 哇 這一天超神 因為王建民原則上不是三陣型投手 可是那天他三陣好多人喔 紅色的這個都是三陣 所以每一個都是被他的外角低球給騙到了 OK 然後 把這個圖呢 變成左打者 OK 左打者所以站在這一邊 所以他投的球呢 又騙到另外一邊去了 OK 所以 他在這一天 為什麼表現好 因為他球可以控制著 得當嘛 OK 該騙哪邊就要騙哪邊 騙哪邊就騙哪邊 OK 好 這是王建民這一天的一個 一個 東西 來 真的好玩的 這張圖其實 真的我要講的 就是說 我們先不要去看王建民 因為王建民其實他投的球 頂多就是一百多顆球嘛 我們來看他四千多顆球 四千多顆球呢 你看到了什麼 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球路 OK 所以 紅色的呢 就是快速球 OK 然後綠色的 就是所謂的 森卡球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一天呢 這幾顆 OK 大家可以明星看到 這幾點 森卡球其實就是王建民投的 OK 然後這個 slider 有沒有人知道 slider是什麼 滑球 哇 真的厲害 立刻一顆球 不錯 立刻就直接反應 打球就這樣直接反應 對 slider 好 slider叫做滑球 然後呢 這個trans out呢 就是變數球 所以變數球呢 打 打 那 我這邊看不太到 我有近視 沒辦法 好像在這一邊的樣子 OK 然後curveball 紫色的呢 就是我們講到的去球 OK 所以 大家還記得嗎 有沒有人還記得 這個break 是代表什麼東西 我把它移到 OK 沒關係 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下 那一個就是這一排的速度 所以我們講 越大代表它的曲線越大 對不對 曲線越大 所以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曲線呢 從這邊0 一直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知道嗎 曲線 曲線 它的曲線 哇 越大 OK 然後快速球呢 就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快速球球數就比較高嘛 所以它大概是90 我們剛才拿到95 100的 可是變化球呢 比較慢 比較慢 可是它曲度就比較大 OK 所以從這一邊 這個圖呢 其實我們可以蠻清楚的可以看到 其實那些什麼各種球種不是說假的 其實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OK 好 然後這邊呢 當然 這個是 剛才卓老師說 有點困難的 就是 那個球旋轉的一個效應 OK 不過這邊大家不知道 沒有關係 這邊只是只要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呢 就是說 不同的球種呢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一種 大致上的一個球路出現 OK 所以那些什麼變化球啦 slider啦 或者快速球 不是說假的 其實真的是不一樣 然後有沒有人可以知道 欸 每一種球種 每一種同樣的一個顏色 大致上都變 都兩邊對稱 兩邊對稱 來 有沒有人 答得出這個問題的 有一顆 欸 左右頭 爸爸有時候要辛苦一點 要替小孩子 賺東西 對 對就是左頭、右頭 OK 所以左頭、右頭 基本上就會對稱兩邊嘛 OK 好 欸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 什麼問題的 原則上 這一系列的圖呢 其實只是在跟大家講 真的有變化球 變化球 然後 當然變化球 當然就是有很多嘛 對不對 然後我從小 我喜歡打棒球 OK 可是永遠選不上棒球隊 因為身高太矮 OK 然後呢 就喜歡去買書 然後買書一定翻到一張呢 就是說 欸 投什麼球要怎麼去握球 OK 可是呢 我也知道他握啊 可是還是投不出那種變化球 就怪怪的 所以呢 其實 投變化球呢 其實跟你這個握把真的有關嗎 其實 我一直很懷疑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去解密一下 OK 來 大家 看一下 這個我的一個題目 造成這麼多變化球的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覺得 氣流 啊 氣流 欸 可是我每顆球投出去 氣流又不是我決定的 可是 投手為什麼可以決定我要投什麼變化球呢 啊 旋轉 啊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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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真厲害 這麼小就可以知道速度跟旋轉 來 一顆球 好 我必須要留一顆球 等一下有一個關鍵的東西要送大家 所以 我已經沒球送了 可是 因為大家太厲害了 所以 那我實在 情不自禁的想要送大家球 關鍵 當然就是 你出手 到底在什麼地方出手的 然後我的球速多快 還有 最重要的 就是什麼 球速旋轉的速度 然後速度呢 如果大家學過一點點的物理呢 速度基本上就有大小還有方向 OK 所以呢 造成真的變化球呢 一個原因呢 就是這一根旋轉的一個方向 欸 這個 這個我必須要去解釋一下了 嗯 好 等我一下 原則上 OK 這個球呢 如果這樣是旋轉的話 其實 我們 重點 你要不要做 他可以抓你 OK 他可以抓我 因為他覺得是更大的 但你不需要的話 OK 好 我說旋轉的方向呢 就是說 欸 這個球其實這樣子轉 這樣子轉 然後物理學家就會定什麼 欸 右手就是這個 這樣子旋轉的話 這個拇指 這個方向 你就定為旋轉方向 OK 所以物理學家為什麼要這樣子定義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定義呢 因為這樣定義以後 以後大家學過物理就很精確 我只要說 欸 只這個方向我就知道這樣子旋轉 只這個方向就知道這樣旋轉 OK 所以呢 好 所以呢 大家不要覺得說 物理學家或數學家 其實要定義那麼多東西幹嘛 其實這是一群很懶惰的人 其實他要把東西定義好 講好以後呢 他只要用很簡短的文字跟大家講 簡短的係數跟大家講 其實講的東西就很明確了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這樣子定義的 OK 所以以後大家看到數學式子 不要覺得就要 就一看到數學式子就覺得 所以這次公式要背 其實都有它的一個原因道理所在 OK 然後這個原因道理所在 如果你知道了之後呢 你以後就很省事了 就可以幫你解決很多事情 不用每次都要寫很多很多很多 OK 所以很好用 OK 大家看到數學師不要害怕 好 可以換那個了 嗯 我的 偷一邊 好 嗯 稍微等一下 科技就是這樣 不過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嗯 因為接下來呢 其實要給大家開始動作 因為下一個階段呢 我們需要有大家手邊都有一顆球 手邊一顆球 手邊一顆球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讓大家去 做一顆球 做一顆球 然後 當然 當然等一下呢 可以丟丟看 OK 好 沒關係 我在開演 就是說大家每一顆呢 手上有一顆球 其實 學東西會比較快 欸 後面的 可不可以幫我接一下球 我要丟給你 因為呢 因為 在這邊呢 變化球 我們剛才講到的 看得不太清楚 可是呢 弄這個保利龍球呢 因為比較輕 OK 所以 一弄你就可以看到 欸有變化 對不對 所以當然 我們就要讓大家去 去做一個 做一個保利龍的一個棒球嘛 OK 然後 可是呢 直接發給大家 一顆保利龍球呢 也不太好玩 因為怎麼看也不像棒球 所以我要把它畫上去 那一看就知道 這一個是棒球 中間可以再丟一次嗎 我猜 剛剛很多人沒有看清楚 蛤 你剛剛就說啊 大家想再看母利老師 再丟一次 跟我說 就是看到它有變化的 好 可以喔 沒關係 等一下 反正每一個人都有球呢 就可以丟一丟丟丟 OK OK 然後 好 接下來呢 大家開始要去動手去做一做了 順便剛才聽了也大概一小時了 大家也可以站起來活動一下 OK 然後 做完球之後 我們還有下面 還有更精采的 OK 要發亮了嗎 OK 請那個小朋友 好 OK 小朋友就可以發到這樣子 來 大家拿到錫波子之後 其實就要開始要做棒球囉 要做棒球 然後就先把 先把我們剛才撥下來的那個皮 先把它描在 描在錫波子上面 OK 然後 描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 done剪刀把它剪下來 嗯 後一台就可以了 拍一個就可以了 拍一個就可以了 我可以做嗎 我可以啊 可以啊 fixing 我先幫你寮,先寮來請問一下 哥,你問一下,你不知道要幹嘛 我幫你寮寮,來 寮寮,寮寮 寮寮,寮寮 裡面喔,等一下要給大家猜猜看 要不說話 然後,其實可以那個 然後,描好之後呢,其實我們把它剪下來 可以把它剪下來 我看這裡我會把這個 爸爸 我剪的時候大家必須要小心一點 因為錫脖子很容易就撕破掉 所以在剪的時候就稍微小心一下 各位小組長 如果大家看剪得差不多的 每個人都一顆保麗龍球可以發下去 然後發下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朱老師的一個示範 你要盡可能的把你的保麗龍 把你的錫脖子壓在保麗龍球上面 原則上我們就是要把弧形把它飆出來 所以貼緊一點 盡量把那個撐開 可是不要撐破囉 OK 然後撐開之後呢 先弄 先弄鉛筆或者原子筆呢 把那個弧線把它畫下來 很重要喔 不要弄紅筆喔 不要弄紅筆喔 然後那個弧線 然後那個弧線 弧線畫下來之後呢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有很重要的步驟 再讓大家一起去做 描得怎樣了 描完了 有些人描完了 描完了 描完了 描完的人呢 看我這邊一下 看我這邊一下 原則上我們在畫棒球呢 畫棒球就說 你們目前描的大概是這樣子嘛 然後你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一 我要點紅點 點完之後你就知道 喔 這是棒球了 然後你怎麼去點呢 你大致上就會這樣嘛 對不對 來 看我這邊 你會這樣子這樣弄 然後呢 弄完之後呢 這邊 再畫 OK 這樣你畫完以後 很自然的 這個棒球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棒球了 不過 這邊要給大家一件工作 就是你在點紅點的時候呢 記一下 你點了幾點 OK 大概差不多了 來 大家注意這邊了 注意這邊了 來 我們開始要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了 來 大家 大家大概畫了幾點 大家畫了幾點 來 我們先 來 一百點到三百點之內的 舉手一下 一百點到三百點之內的 好 一百點 沒有 兩百點到兩百五十點之內的 來 站起來好了 因為舉手一直舉起來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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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痠 哇 這邊就不正了 好 兩百點到兩百三十點之間的 假如不是就坐下了 兩百到兩百三十之間的 來 其他人就坐下了 來 其他人就坐下了 所以現在還 還站得有幾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在那邊有沒有 六 六 七 OK 好 兩百跟兩百一十 兩百一十到兩百二十的 兩百一十到兩百二十的 兩百一十四到兩百一十八的 你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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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站得是二十一四到二十一八的 好 現在站得是二十一四到二十一八的 二十一六 二十一六 兩百一十 來 好 正確答案是兩百一十六 然後 所以我們會補上一顆球 然後 升上一顆球 我再補給你 來 問題 你這顆球 這顆球這顆球還送很多 所以要簽名嗎 要 欸 居然有人要我簽名 我申請第一次簽名球 OK 好 所以等一下 OK 你現在簽 現在簽好 現場展 因為這樣才會有區別 這樣多切了一個就 我們這個 剛剛先出的那幾個棒球 如果火動結束以後 需要明明讓我是簽名 歡迎到台前來 我們是物理界的王建平 好不好 當不了棒球場的王建平 可以當物理界的王建平 來 等一下你們兩個 先看一下 因為我會補上一顆球 對 他沒球 先給他沒關係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來 來 來 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棒球呢 其實它就是 這個可以切到那個 對 切到頭一片 它在縫線 其實我們都知道 即便你們剛才猜的那顆球呢 其實都是手工縫的 OK 這個是沒有辦法用機器去縫的 然後 它總共縫的就是 108針 OK 所以108針 然後一針 你這樣弄出來會有兩個線 所以總共就是216點 OK 216點 然後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要216點 這個 這個問題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有沒有人知道要 為什麼要216點 蛤 裁縫的了 有沒有要不要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一百多年前 人家就是弄216點 所以 所以 棒球運動呢 其實 還蠻傳統的 所以 包括剛才那位先生問的 為什麼會 這個形狀 為什麼會 這個形狀 其實 棒球一百多年前 但做成這個樣子以後 大家就沒有變過了 包括它裡面要包什麼東西 都沒有變過了 OK 這個是 棒球跟其他的球類 可能不太一樣的 然後 這也是 大家也應該知道 如果對棒球歷史 稍微知道的時候 那個棒球的那個 很重要的一個發明者 就是說 雷與雷之間 就90尺吧 他就這樣隨便講90尺吧 結果這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打到內野的球呢 你要快點跑 快點跑 然後呢 手背的人呢 一點怠慢都不可以 快點傳 就差不多要死不死的那個階段 所以呢 如果當初呢 那個人就說 一百尺好了 一百尺的話 大家會覺得怎樣 永遠不會有內野安打 對不對 然後如果他當初說 八尺尺的話 好了 永遠我們都要打 內野安打 OK 所以其實這個棒球呢 為什麼很傳統 其實他這個 真的就是很奧妙 當初人都很像什麼 就先制一樣 九十尺好了 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棒球呢 我們都知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棒球的 就是說 美國的棒球場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改變 這個外野呢 其實沒有規定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波士頓 波士頓那個分位 很近很高 你也可以看到 哇 有些球場是這樣很遠 隨便你怎麼幹 可是呢 裡面的這個四方形 這個diamond呢 是規定的 OK 這是從一百多年前 就再也沒變過的 但 投手的遠近呢 有變過 有變過 不過 如果大家回想 我們今天在演講的時候 一開始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打擊率的那個圖 一開始有沒有差異性很大 基本上就是在調這些 可是調到後來呢 就發現這個都OK了 OK 所以就再也沒變過 沒變過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的棒球 有沒有人知道現在棒球 大概多遠的 棒球的那個投手板到本壘板 我們剛才講到這邊是90尺嘛 80尺嘛 10尺是這樣 60尺 沒有錯 剛才那位小朋友講的 其實在18公尺左右 OK 18公尺左右 你講喔 不錯啊 你很喜歡棒球吧 剛才已經有拿到一顆球了 OK 所以 所以呢 其實大家去玩 欸 小朋友 你們要去外面打棒球的時候 需要拿尺去量嗎 不需要 不需要喔 因為你們走20步 差不多 走20步就差不多了 OK 然後 所以呢 你可以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 還有一個丈量方法 就是說 你本壘呢 這邊看 Sorry 接著 你本壘呢 走到這邊呢 走42步 然後從這邊走到這邊42步 這個場地呢 就很符合你的年紀玩 所以大人走的步伐比較大 所以那個42步 差不多就是大人玩的場地 然後小孩子呢 走的42步 比較短 可是這個就符合小孩子玩的場地 所以這是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棒球場的一個 怎麼去把丈量出來 好 嗯 來 我們可以繼續在下面 下面一些更好玩的一些事情 所以 切到這個 對 切到我的 對 切到我的半抽屜 對 來 大家 大家看一下囉 好 其實這張圖已經洩漏很多了 很多 然後 OK 其實呢 照規定 也沒有什麼為什麼 也沒有什麼為什麼 就是傳統人家就是這麼去做的 OK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做之後呢 其實他發現 A球可以傳得比較遠啊 幹嘛等等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 游擊手叫做什麼 SS SS ショースター嗎 對 其實呢 游擊手呢 最早是在外野的 外野 可是那時候球做得不好 所以你沒辦法傳遠 OK 可是呢 後來棒球的歷史呢 就慢慢改進慢慢改進 所以這球呢 就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人可以投得比較遠 所以就變成 那個 游擊手不需要坐到 不需要站到外野了 所以就把他叫進來 叫到內野 幫忙防守 然後我們知道 右撇質還是比較多嘛 所以他就站那邊 OK 所以這個 Show Stop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這個 這個來 因為他之前要在外野 那邊跑來跑去 只是在接傳球而已 OK 所以很多棒球的一個傳統呢 其實給我們什麼 欸 棒球裡面到底怎麼去做的呢 這一塊呢 其實 大家知不知道這一塊 最裡面是什麼 啊 軟木塞 對沒有錯 就是軟木塞 然後這邊呢 接下來呢 紅紅的 跟這個紫紫的這個呢 橡膠 橡膠 OK橡膠 沒有錯 然後大家看到橡膠之後 這一邊呢 大家覺得這一塊 還蠻厚的這一層是什麼 啊 線 綿線 真的就是綿線這樣子捆 但現在是用機器捆了 OK 現在機器捆了 OK 所以這個呢 我們在上面 這個棒球規則都跟你講好了 原則上就是要這麼做 OK 所以呢 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球呢 在1872年的時候 就定下來了 然後再也沒有人去更改這一個 這個動法 所以你問為什麼 其實也沒什麼為什麼 就是傳統 就是這個樣子 OK OK 好 來 然後我們這一個球呢 好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大家裡面是 什麼構成的 黑黑的東西 軟木塞 軟木塞 還有什麼 有沒有橡膠 有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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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切開 我們要不要切開看看 好 好 好 要切開 不要這樣 竹老師切好了 哈哈哈哈 要揭曉 要揭曉 對 揭曉了 因為我沒有球送了 那個 這個是切好的 來 不要再介紹 這個不要給你 沒有 其實做科學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呢 你想知道 可是我們又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就 就制作下去 來 大家覺得是什麼 好 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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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笑 可以看那個 哇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 我喜歡 其實基本上 這是 就是 所謂的高壓木板的那種 木屑是高壓木板 然後 其實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不瞞你講 然後 就是這樣嘛 其實我一直就想把它切開了 可是 有幸來中央大學 朱老師說 我們就來切切看 所以說 比你們早一點 早一小時把它切開看 然後一切開看呢 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原來這顆球可以賣便宜 原來就是這樣做的 OK 可是這樣的人真的去 去 大聯盟裡面打嗎 沒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 一變形 不會恢復原狀 OK 所以這個很容易去變形 OK 所以這顆球呢 五十塊 五十塊 然後 會員打九折 可是 真的棒球呢 一顆 小時候四百塊 到現在還是要三十百塊 對三十百塊 所以 你又可以知道 一分 一分價值 一分貨 OK 所以基本上可以這樣 像這樣的球 跟大聯盟的球 球的變化 是不是會有差異性 這個好玩的 這個好玩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變化球到底怎麼 為什麼會有變化球 OK 好 拍影片 所以大家看到了 來 為什麼會有變化球呢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 我們剛才已經講到的嘛 其實很簡單就是球會旋轉嘛 對不對旋轉 然後大家看得到嗎 大家看得到嗎 直球 直球 直球的球數呢 大概是 哇 我的眼睛不好 直球大概是八十五到九十五百吧 不過呢 我這邊要讓大家去看的就是說 來 大家覺得 棒球投出去大概會旋轉多快 對就是這樣轉轉轉轉 會旋轉多快 大家覺得 很快 很快是多快 超級快是多快 非常快 對 看得到的 不過我們講大概 大概 一秒 很快 很快 一分鐘大概可以 可以 急轉 我們剛才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一開始講 我們一開始講 就是說 紅手投出球的話 大概多久 到本類 0.45秒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呢 攝影很棒 現在攝影真的可以盯住它 大概轉多少 大概轉了 大概會有七圈左右 當然 不同的球種 當然有不同的一個 一個轉數啦 OK 所以呢 大致上來講呢 我們一分鐘呢 可以轉了一千多轉 OK 快速球可以轉一千兩百轉 然後真的 滑球呢 可以轉到一千八百到兩千轉 OK 所以基本上其實這是蠻快的 OK OK 好 大家先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看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OK 所以這邊 稍微快一點 不過 當然 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剛才講到的 棒球的物理呢 絕對不是小孩子玩的 其實有很多很精神 很多很奧妙 現在我們都不太理解了一些物理都在裡面 OK 所以呢 我們都很講到說 欸 為什麼旋轉之後呢 會造成讓它變化 會有變化 當然就是說 我旋轉之後 會有額外的力出現嘛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們也都知道 物理 一開始就講 喔 我在講運動學的話 已經說 反正我這個物體有受到什麼力 就會怎麼去走 所以 物理上呢 很簡單就是說 我要去探討一個物體的一個運動呢 就先去分析說 它上面有什麼力 什麼力 OK 所以重力喔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力一定是什麼 跟我們的空氣之間的交互作用 OK 交互作用 這樣子 然後這邊我們就稍微快一點 OK 然後呢 呃 這個是 好 我們 時間關係 我們把好玩一點的東西 下次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第二集 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好玩 這一個 這個東西其實 有沒有看到 這個流體 基本上 這是叫所謂的流線 然後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突出來 突出來 有什麼關係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為什麼會突出來 可是 可是 大家看一下喔 這一邊 這個圖呢 其實這個流線 沒有那個突出來喔 可是呢 可是呢 這個圖有突出來 有這個突出來 先講一下為什麼會突出來 紅線 紅線 沒有錯 這個就是紅線 可是為什麼這個有突出來 剛才那一張沒有呢 蛤 紅線的關係 我們在轉的時候 我們在轉的時候 所以角度會一直在跟著 NO 剛才其實那位 那位先生 爸爸其實有講對 跟轉速有關係 所以呢 我在一般投球的時候 我們剛才是講到 轉速很快嗎 一分鐘可以上線轉了 OK 所以上線轉的時候呢 其實 這個紅線就變得 不是那麼的一個重要 雖然等一下我們可以講到 還有一個關鍵的一個重要性 不過在這邊呢 大致上 沒有真的那麼重要 所以我們看不到 那凸起來 可是呢 當我球投出去 OK 不太轉的時候呢 欸 這紅線就重要了 所以大家可以猜到什麼 我的那個 所謂的蝴蝶球 蝴蝶球該怎麼去投 蝴蝶球 蝴蝶球 蝴蝶球該怎麼去投 蝴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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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蝴蝶球的一個握法 有很多種 OK 有這樣子投 然後也有什麼 這樣子投 掌心球 可是 來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麼 不要轉 欸 大家都很厲害喔 就是不讓它旋轉 OK 所以不讓它旋轉 你怎麼看 就投 欸 後面的小組長 記住一下 當然我不會投 我不會 我不會投蝴蝶球 不過 你可以知道 這樣子投 很難投 對不對 所以蝴蝶球呢 它的球數都不快 球數都不會很快 OK 可是呢 又有另外一個球了 如果我們一般的一個投手呢 會拿這種球嘛 對不對 大致上都會拿這樣投嘛 然後 快速球 快速球 原則上 我就直接很輕易地丟出去 來 大家看一下 來 我一個 丟出去的時候 來 原則上 會這樣子 所以 快速球呢 它的旋轉 一定是逆旋的 OK 這樣子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很奇怪的慢動作 這樣 投出去的時候 一定是逆旋的 OK 好 這好玩的一點喔 好玩的一點喔 逆旋的球呢 我們細節不講 OK 細節 第二集 逆旋的球呢 我會讓一個所謂的馬格拉斯利 就是因為旋轉出現的地呢 是往上的 欸 往上的 可是我們地心引力是往下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掉的不會那麼多 OK 所以 打擊者呢 就開始講說什麼 打擊者呢 就會覺得快速球會有上飄的作用 OK 所以都講 喔 快速球會有上飄的現象 來 大家覺得 事實上 有 會不會投出上飄球 會 會 會 來 大家看一下 這顆球有沒有上飄 要投哪一邊 那邊 那邊 這邊好了 OK 那邊 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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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遠一點會 好 這個 應觀眾要求 來 李老師再示範一次 好 這邊 這邊都沒看到 來 這次丟這邊 原則上 投快速球 真的是天分 因為天分就是說 你可以投球快 不是你可以去訓練出來的 可是 投快速球 除了天分之外 你怎麼投一定是逆轉 OK 所以你們投就不用刻意去轉什麼 你就直接 投出去就好 OK 有沒有快速 有沒有上飄 有沒有快速 有沒有轉 有沒有上飄 有沒有轉 有沒有轉 他來 這個比較上飄 這個比較拋 來 再看一遍 好 再試一次喔 來 這邊 OK 原則上 大家覺得會不會有上飄球 不會 蛤 會 還是不會 這個還是一樣 相信的人說會 相信的人說不會 相信的人說不會 來 基本上就是這個快速球會不會上飄 來 大家我們講到了 基本上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了 投快速球所以會逆轉 所以我們的力呢 會向上 OK 可是呢 地心引力我們永遠跑不掉 所以地心引力會向下 所以來 上飄球的條件 大家覺得 高速檢測 我說腳越大熱衝 蛤 我說腳越大熱衝 蛤 我沒有做熱氣球 所以沒有做熱的上升氣流 來 有沒有人可以清楚的講說 我要上飄球的條件是什麼 逆轉要快 對 逆轉要快 所以越快那個上升的力越大 可是 他要什麼 怎樣才真的會上飄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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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於地心引力 OK 所以呢 物理學家 因為所有的棒球員都說 會 會 可是呢 我們都覺得0.45秒 你說會會會 騙我 只是你的感覺而已 所以物理學家 我們還是強調蠻兇的一群 所以我們來計算一下 到底 我要上飄球的話 我要怎樣 我要 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才可以把它大過地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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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大於重力 OK 就是那位小燕 又講的 我要上飄球 一定要在這個區塊裡面 OK 好 這個區塊裡面呢 我的地心引力 永遠大於我上升力 所以一定會下降 OK 所以呢 我們就看 最壞的人是誰呢 去年這個 居然投了106m 來 1,050 又賣在這個地方 來 你來看看 它如果真的要上飄球的話 你對過去 你要賺多塊 要賺3,000轉 每分鐘要3,000轉 原則上 這個呢 其實是超越我們人有辦法的一個極限 OK 所以 實際上呢 永遠不會有上飄球出現 OK 永遠不會有上飄球出現 OK 好 這邊稍微打 然後 最後面5分鐘呢 欸 大家都 因為時間 不好意思 時間沒有控制得很好 不過呢 大家都做了一顆球了嘛 對不對 所以回家呢 大家可以去 拆個名譽 自己去做一下 如果 你們想到答案了呢 可以直接跟朱老師講 朱老師再跟我講 我剛才有什麼禮物 什麼禮物再送給你們 好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是講 Ten William 大家還記得嗎 最後一個打到四層打擊率的 OK 這本書呢 其實是在寫它晚年的事 不過 裡面有一個對話呢 很好玩 他常常去問他的隊友 就說呢 欸 欸 你剛才打的到底是什麼球路啊 然後那個 他的隊友呢 就說他不知道啊 基本上他就是陳金波 求來就打 OK 然後Ten William就說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 你打什麼球路呢 你是職業選手耶 OK 所以呢 職業選手像Ten William 這麼好的一個打擊者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一個線索 其實他真的可以看到 球旋轉出來是什麼樣子的 OK 所以呢 來 這兩個呢 其實我稍微 因為要讓大家知道怎麼玩 OK 所以呢 我跟 呃 試驗一下 你球都丟出去了 對 我那一顆球 我的那一顆球 這顆是我的 另外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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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球 呃 我先簡單跟大家去講一下 所謂的釋風線球 大家都有球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拿到 釋風線球呢 基本上我們握法是跨這兩個 跨這兩邊 然後為什麼叫釋風線球呢 因為你丟出去 丟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是打枕的話 轉一圈 你可以看到四條線 轉一圈 四條線 OK 所以叫釋風線球 然後 可是呢 如果你握法是握在 是這樣 宰在這邊嗎 握起來的時候 你投出去 轉一圈 你看到兩條線 OK 所以呢 呃 快速球的基本握法 就是二縫線球 跟四縫線球 OK 可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線呢 不一樣 所以呢 我打擊者呢 去看的時候 但效果就會不一樣 OK 效果就會不一樣 然後呢 來 我去弄一個所謂的二縫線球 穿進去之後呢 你在轉的時候 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一邊 來 摳過來 原則上 你就像那個 二縫線是這個樣子 OK 基本上 其實你回去有各種方法 可以把這個效果做得很好 你可以買小馬達 小馬達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基本上 我四縫線 二縫線球 是這樣子轉 四縫線球呢 我會弄到 呃 這是二縫線 四縫線 在這一邊 四縫線是不一樣的 OK 好 所以呢 這兩顆球 來 大家覺得哪一邊是二縫線球 右邊 他們的右邊是 沒有錯 這個就是二縫線球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不一樣對不對 來 關鍵 給大家回去做一個 上課上球好像都會拍作業 連這個也要拍作業 知道嗎 還是 來 滑球 滑球 所有的選手 如果 如果你是不錯的一個打擊者 如果你是一個不錯的打擊者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滑球呢 你可以看到 欸 他在 無論是斜右邊或斜左邊 你可以看到一個小圓點 小圓點 基本上代表什麼 你有一個特定的一個旋轉軸 OK 然後大家回家做個小功課呢 就是把這個走 找出來 因為 這個 一旦你知道這個球怎麼 走的 這個走怎麼去旋轉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 我的變化的一個多少 會有多少 這個我們大概 前面有漏掉很多東西 不想 不過 這是一個好玩的一個遊戲 到底什麼叫做滑球 這有點困難 不過 的確就是說 好的打者呢 的確要辨別出來 就是說 我可以判斷滑球 OK 滑球的一個特點就是 我的這個 一邊呢 無論是 無論是 我們的右上 或者 因為有左頭右頭的區別吧 或者是 左上呢 你可以看到一顆圓球 一顆圓圓的 很像同感一樣 OK 沒關係 OK 這個是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找找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來 差點答案 OK 所以呢 其實 我們今天的一個題目 基本上就是 求來就 求來就打 對不對 然後有驚嘆號 然後呢 也有問號 然後呢 在上半場的 第一階段呢 我們當然講 如果一個打擊者 要想那麼多呢 你就不要打了 所以我們就說 求來就打 就對了 可是呢 在 在 在棒球評判檔裡面 鼎鼎大名的 Tay William 超級好的一個打擊者呢 告訴我們 不竟然是 這個樣子 你不能說 球 投過來 你就在猛揮猛揮 基本上 你要有判斷力 OK 所以 在基本上 我的結論就是說 並不竟然是 求來就打 所以 這個問號呢 下面就是 打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結論 OK 好 時間差不多 大家一定有未進喔 然後每個人 手上都拿了一個 這個爆球 還蠻開心的 只是回去 還有家庭作業啊 回家 大家可以 對對對 就是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如果覺得 想要我們這個 李宗傑老師 來錄獎下集喔 今天也都沒有帶一道 曲球啊 滑球啊 他真正的 空氣力學的原理是誰 然後我們 到底有沒有辦法 透過科學的方式 去把它檢測出來 剛剛其實投影片 也投友 今天沒有時間講到 比較可惜 好 所以 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求來就打 剛剛李老師說啦 求來就打 每一次問號喔 你如果是一個優秀的 這個選手的話 一個優秀的打擊的 這個選手的話 你還是可以分辨那個 球旋轉的方向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麼辛辛苦苦的話 216個點 是有道理的喔 是有代價的喔 好 那今天活動的最後的結束 請各位幫忙 讓我們的活動 有一個完美的句點 所以呢 請寫一下我們的問卷 然後把你今天在這兩個小時裡頭 你的收穫 盡可能的告訴我們 這樣子呢 未來的活動 我們才有可能舉辦的 越來越成功 然後越來越完備 完善 好 那在這個 大家都很真真來寫 好 大家很真真在寫問卷的中途喔 主要是要打岔一下 我們要頒發一下感激的狀 代表這個科學教育中心 一台生意主任 所以要借一下大家的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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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